雪花 雪花 九月七号一大早 大兴安岭湖中区的小白山 犹如覆盖了一层白沙 这里迎来金秋的滴长雪 下白了这对面 山的下白 八号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鹿 也就是九月头一个节气 顾病思义 鹿是由于温度降低 水气在地面或者是接近地面的物体上 迎接成水珠 进入九月以来 大陆东北冷空气频繁 加上雨水相伴 凉液也是一天一天的加重 黑龙江气象台发布了 今年下半年以来 首个寒潮蓝色预警 在这个东北部地区 降水量能够达到 这个中雨以上的量级 这两次冷空气过程结束之后呢 全区大部也维持十度左右这样的温度 早晨能够达到五六度这样的温度 位于大兴安岭之间的湖中区 有着中国最冷小镇的称号 曾创下零下53.2摄氏度的记录 南方地带民众还冒着汗吹着冷气 最冷小镇已经降温达到零下5摄氏度 一朝也挺冷的 穿上大温岛 这天呢 今天可冷了 我就多穿点不得冷 可怕我都感冒了 白鹿这一天 黑龙江多地迎来 今年下半年最冷的一个早晨 有15个县市温度降至零下 新林 海伦 赫岗 克冬 嫩江等地 更是刷新了自1961年以来 9月上旬最低气温的历史极值 墨河零下6摄氏度 那绿的草地上布满白霜 叶片上皆是冰晶 伴随着瑟瑟秋风 市民得穿上羽绒衣才能出门 感觉出来以后挺冷的 这个我们的棉服啊 这个包面裤 棉鞋都穿上了 早上出来以后 这个地面上都有霜 到中午太阳出来的时候 温度稍微高一些 你看看这棉脑棉裤 棉鞋 手套早晨四五点钟更冷 风还大 不戴手套一会就更熟了 大兴安岭 胡马县 零下5.5度 在户外的车辆 车窗上凝结出窗花 白茫茫的街道 人间度很低 车辆只能减速慢行 内蒙根河市九月开始陆续供暖 部分还未供暖的乡镇平房里 居民也会点上炉火 小学生后外套裹身 户外冷的直打哆嗦 天天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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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是中国大陆境内 气温落差让人难以想象 同天杭州武汉重庆 三十亿止三十三摄氏度 黑龙江根河是九度 而即便是在同一个星期 根河的气温也是极起极落 从零上的八九度降到零下的二到十度 接着又回升到十度 极冷的天气惨的是来不及收成的农作物 黄豆玉米高粱出现严重倒幅 恐怕将影响产量和品质 黄豆和高粱还有玉米受严重的冻害 就是整个它的叶片都基本冻死 还有这个部分部分的黄豆那个镜杆 都已经就是脱皮 九月十二号 新疆河境县迎来大雪大风天气 同时还出现了浓雾 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五公尺 多处道路结冰 气温突然从零上五十之度 凑降到零下五度 民警裹上厚厚的棉衣 带着微博在交通药豆上为车辆护航 全白了 吉林安徒县长白山迎来夏末初秋的首场降雪 比去年提前了二十三天 白雪矮矮冻坏了气象站的精测设备 景区也连忙扫雪清理场地 明明还是秋天却有入冬的错觉 着实让人难以接受 双冻降临 美丽的大新安岭 飘着浪漫的秋冬氛围 五花山色吸引了不少摄影的爱好者前来趋劲 冷了以后 你像一些绿叶 它就像画树的等一些树种 可能叶子就变成黄色 青黄色 现在色彩就更好一些 排出来的作品也更美一些 明白世界和缤纷山林 同框奇景南巡 但来回上下十度的温差 变化多段的气候 已让人无法掌握